只有三件事 少一件都不行 但也没有第四件事 第一件需要准备什么 大家都知道要钱 要钱 人家讲说钱不是万能 但是能于钱万万不能 钱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管对于上半场 或下半场来讲都一样 如果说你很有钱 你就快乐了吗 还不够啊 你还需要什么 你还需要健康 好 我再问 你有钱啊 你身体赚得跟头牛一样 你就快乐了吗 还不够啊 这个是快乐生活的 两条支柱像两条腿一样 少一条都不行 但是这两条腿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支撑一个 真正一个快乐的生活 让你去找到 你真的会让你产生快乐 那件事情然后一头栽进去 每天去做它 我把它叫做一个人生的直制 你必须要找到那件事情 你会做 你喜欢做 做了觉得有意义的那件事情 然后经常去做它 各位你看这三件事情啊 我说了 少一件都不行 但也不需要多任何的第四件 这三件事情看起来独立 事实上它是完全相互影响的 不信 我跟各位讲 这个不是我老黑说的 是统计机构做个调查 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比较快乐 比较快乐的人比较有钱 比较有钱的人比较健康 各位觉得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啊 统计数字出来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有道理 为什么有道理 不知道为什么有道理啊 但是就是这个样子 不行 我再反过来讲 我现在从钱开始讲 我说一个比较没精力 一个比较穷的人